做一个鸡蛋茶 鸡蛋茶 也就是我们四杯里面的这个有点像鸡蛋茶 对了 鸡蛋还是做茶 可是它是怎么制作出来 然后它怎么又能起到治疗牙痛的效果呢 我们是这样来做 用一个鸡蛋 好 我们要加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才是关键 这个应该是胡椒粉 对了 这个才是我们用来治疗牙痛的关键材料 你看胡椒粉 它是一个很热性的东西 对吗 都上火了 怎么还能用胡椒粉呢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这就是座椅 因为胡椒粉跟其他厨房里的那种辛辣的调料不一样 它的热性不是往上走 而是往下 它能够把这个上面的火往下拉 如果我们用小勺子 你看 就是四分之一少 大一点点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分量就够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打散 这你刚刚也说了 你说其实做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其实是胡椒粉 对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用鸡蛋 鸡蛋干嘛 鸡蛋呢 它是一个要引子 它能够把这个胡椒粉的作用往上拖举 就让它能够作用到我们的头面 这个一定要用滚开的开水 因为鸡蛋茶 我们知道鸡蛋我们就怕它有沙门氏菌的污染 而沙门氏菌在70度以上就会被完全杀死 所以我们用滚开的废水去冲鸡蛋茶就很安全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热的 对 当我们冲入废水的时候 你一定要搅 如果你不搅 它就冲成一丝丝的淡花了 这样就不利于消化 那我要喝几碗 我这个牙痛才能缓解呢 通常来说 如果是烽火牙痛初期 就是你比如早上起来觉得 我牙痛了 你马上弄一碗这个来喝 那到中午已经不痛了 那么这个方法我介绍给很多人用 包括我以前有一个助理 那个女孩 她会经常牙痛 自从我教了她这个方法以后 她只要遇到这种情况 她马上就用 然后后来她就告诉我 她说 我再也不会被牙痛困扰了 因为只要 我一有点感觉 我马上就去用这个神奇的方子 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了